大家好,9月9日星期一 这几天的新闻除了打完风之外 其实舒适宝的新闻就是香港的经济 我们这个年纪比较幸运 我们这个年纪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香港的经济,我真的说繁荣 香港的经济真的繁荣 其实就是七几年尾到97年 主权移交,其实主权移交差不多即时 是不错的 为什么会有亚洲金融风暴呢? 是不是完全因为索罗斯的问题呢? 一部分 原因就是人们已经不再看好香港 97年之后 为什么会不看好香港呢? 和今天的原因是一样的 不过今天更差 因为你得罪了所有有钱的西方国家 当年香港还没有 一样的 很简单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有些人今天还不明白 或者有些人就不敢说 很多人就不敢说 其实不关国安法 或者23条事 什么都没有 是香港走向社会主义 现在没有社会主义 你和全球的趋势 都已经完全背道而驰 你说当时97年已经不合时宜 现在更加不合时宜 所以当时97主权移交之后 几乎香港是即时倒闭的 即是移民 外资走 和现在香港的情况一样 但当时香港是 没有得罪到欧美 现在就得罪了 其实是这样的 当然 舒适宝 其实今次的倒闭 是预示了一个中产的问题 预示了一个中产的问题 简单说一句 舒适宝是38年 你怎样去做 这些健康中心 都不会得罪过去的 你不可能得罪过去的 我转做724 那他都可以转 我租间小一点他都可以 对吧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就是因为做得这一类 健身之类 一般来说都是中产的 我们的 即是草根那些就去跑步 即是最便宜那些 是的 我们的草根那些就去跑步 跑步游说那些最便宜那些 那些就要去健身中心 其实现在的舒适宝 去到今天的早上 他的欠款已经去到1500万 1500万 其实他告诉你 香港所有靠中产消费的公司 都很快会收皮 我昨天有看电视 就说那个 是不是西贡那里 即是去创物鱼 那个创物鱼的车说 他说我们在这里已经50年了 那我们都不做了 他说为什么星期六星的日 一台客都没有 你不是中产谁 可以租船去创物鱼 或者鬼佬 对不对 一档客都没有 怎么做 收工 没办法不收工 好了 那今天早上的港股 现在是下午1.20分 跌315分 那么 指数又迫近17,130分 即是打个和 又是16,17分 我们在封面里说多一点 我们在封面里说多一点 我们出生的年纪 这样说 如果我再早一点 是更好一点 但没办法 我当时不认识我妈妈 那时候 我们六多年尾出生的人 其实享受了真正香港繁荣的时间 有多久呢 你就当1980年吧 当时的景是很旺的 真的 香港当时的景是很旺的 香港当时的景是很旺的 去到97年 17年 香港在自由行之后 其实真正香港的经济好 就不是05年到08年 不是 是08、09年 真正才好 那楼价才升 那到19年 我就当你十年 即是说 在我的人生里面 大约有一半的时间 在香港 香港经济也是繁荣的 那我们叫幸运 为什么呢 你起码有一半 你人生的时间 那你说 不是 如果我再早一点出来做事 譬如说 我90年 那如果你80年出来做事 那有些旧同事跟我说 就更加好 可能90年 我层楼已经供完 是的 可能会是这样 他说 这样的话 就可能我60岁 去到60岁 我是有40年 即是三分二的人生 经济也是好的 那就很帅 好了 但是现在出来的年轻 譬如说你现在 对 对 你就是2019年 22岁 那你大约 因为 为什么呢 如果香港 这样的情况 再继续下去的话 香港最少衰 所以我不敢说 跟中国一样 二十年 但是你最少衰十年 甚至 如果去到二十年 可能衰到你四十多岁 如果你是日本那些失落三十年 那你就 就是搞得定 就是我这样的年纪 那就是搞不定 例如那个 例如那个 LYOS 那个 那一世的 是的 你只要几百万 还不一世 老板又不能丟 那又怎样 所以有时候 你出生的时间 和地点都很重要 那当然 人是可以走位 即是人是可以走位 你要做一些事情 你不要以为 你做公务员 就一定没有事情 现在我看到公务员 是很危险 那政府的机构里面 是很容易爆煲的 你最好做一些事情 完全跟香港和中国无关 那你存活的机会 会大很多 即是你只是在香港 生活 你做的事情 跟香港无关 跟香港中国 整个经济无关 那你能够有发展的机会 大很多 我刚刚星期六日 即是有空 看回澳门 澳门和香港的情况 一样 零售全部死亡 关口那些之外 你走远一点 全部死亡 全部死亡 我们出来九十年代 其实 怎样说呢 大家想想一件事 当时 我第一份工 第一份工 我旁边有个 他比我大 我二十二岁 他三十岁 他叫Raymond 他只是坐在我右手边 其实 但他是青年 我是merchant 我是merchant 他是青年 当时我的同事跟我说 他说 Raymond 以前 他在我们 在中国染藏大厦 第一份工 第一份工 当时查济问 查济问 即是现在预警新成那里 我在那里做过 Summer training 当时理工 是 我不记得是 1986还是1987年 我忘记了 是有工人在那里 有production 那时他说 他说 Raymond以前 在陆阳 那里做的那些 篮杆飞 不过你们知道 什么是篮杆飞 即是 坐在那些篮杆那里 吹口哨撩女仔 那就是 就是 抢Q那些小孩 那些波板糖 那些 就是那些东西 去跟大佬 简单说句 那我说 为何你走来做制衣呢 他说 年纪大嘛 他说年纪大 就做不到飞制 就是 那就是 那他会证英文的 那我估计 我22岁那时 他30岁。 是 30岁左右 那 那当时 那当然 香港还有很多 那些篮检盖 很多的 那 Jamaica 因為香港有很多的渠,毛利頭走路走一走就有渠あります 如果銘塘地卻elles有渠階,牠們已掉了吧 真的不知道,所以被人拆掉還不通常,所以結果因為牠們還得到期爲 你環境 beni sunset就可以看到 mem oh mai m 香港真的會,我們七八十年代有很多坑渠 現在就沒有了,現在少了很多 那些叫做欄杆菲 當時是找到食物的 但後來就沒有了,90年代慢慢就沒有這支歌唱 每個人都在做證 那時候真的可以 那時候是沒有聽到人找不到工作 沒有聽到過 真的沒有聽到人找不到工作 甚至我們都說過 我們去長沙環、例子國 立即是有功 可以旺到這樣 英國佬的管治 由八幾年代香港開始做金融中心 可以說沒有什麼差過 好,中共一上即死 即死 即死,我記得是即死 一個多月就死了 即是食豬熊,我黑市 然後九七金融風暴 然後去到二千年 二千年 誰知道科網股爆發了 整了個八號仔 電信營科 大家以為見底了 誰知道再做多個沙士 再做多個沙士 還糟糕 那時候 我很記得的 是的 我很記得的 那時候我們三十出頭 真是糟糕 真是糟糕 沙士 雖然只有幾個月 然後自由行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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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到零八、零九年 香港就真是彈了 那時候真的上了 那大概 香港的進程就是這樣 那你想一件事 現在 當時是 那些人怕你香港行社會主義 那些外資先走了 美國佬 歐洲佬先走了 當時是這樣的 但當然 比今天的情況好很多 那現在就真是走了 因為你真是行社會主義 什麼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的名字 這些是叫自欺欺人 香港很多商家都自欺欺人 自己欺騙自己 不會的 遲些我們改朝換代的時候 就有 就是 外國就繼續投資回香港 這個叫自欺欺人 我可以直接這樣回答你 這個是自己欺騙自己 是你想的 你有沒有問過美國 你看現在美國和歐洲 一步一步地走過來 為什麼我還要投資回香港 為什麼我還要投資回香港 對不對 我叫大家不要躺平 但問題就說不是叫你 真的 擺太重的希望在香港 這個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完全一廂情願 特別是 如果人家已經報了整個局 譬如大家看到 現在新加坡很旺 台灣很旺 日本很旺 為什麼一定要回香港 香港沒有利用價值 你不 即是你不篤爆了 那個bubble 它都還可以騙一下 你篤爆了那個bubble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已經是 你很難救得回 那你說 喂不是啊 難道真的完全沒有外資 不會的 只剩下五分一 不會沒有的 一定有的 只剩下五分一 這樣會變成怎樣呢 你一會兒和大家說 你看回現在 舒適保 即是收工 有間Healthy接受的 你現在看回 他給那些健身教練多少錢 你就知道 現在他可以支付多少 他未必錯 不要罵他無良 他是由他的收入 去給你多少錢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香港不是消費降級 是你的人工 你的人 你的樓價 有些人以為 只是香港的樓價會跌 這個是錯的很厲害的 所有資產價格 包括你的人 都會降級 你都不值這樣的錢 那香港不是糟糕嗎 是的 你看不到嗎 一會兒給你看看 連湯文亮都 輸得瘋狂了 連施老闆都說話 說到瘋狂了 你就看看這些人 已經是逼得瘋狂了 為什麼 輸得傻了 整次到香港走不到 你認為走到嗎 很多人很天真地 譬如范冰冰那件事 還在想 哎呀 李家超幾十萬個月 我不管他 四十二萬也好 三十四萬也好 不要緊 他的錢走到嗎 沒那麼天真 那個就不是共產黨了 大哥 對不對 林鄭今天還會出十元和一元嗎 他出人民幣了 對不對 你就用了 沒有緊要的 就是你在我的掌心裏面 共產黨是 我的掌心在這裏 你跳來跳去 都跳不出我的掌心 就是這麼簡單 那就出給你 數字而已 對不對 就是等於給非洲兄弟 三千六百億 有什麼緊要 我印給你 我印給你 數字而已 因為在共產黨來說 我拿著 那個數字 大家不要那麼天真 有很多事情就是因為你天真 你天真嬌 所以搞到今天這樣的後果 其實很多公司 如果很早 2020年國安法聽我們說 你不會搞到今天這樣 叫你閃你又不閃 對不對 你不和我 大哥 你大兩把錢 他找人捉我都不想捉 我想 對不對 我們都說了 隨便中聯辦一個人 都有錢過我 就捉你了 對不對 對嗎 說你蕭永青不同 大哥 對嗎 對嗎 李嘉誠不同 湯文良不同 新世界不同 大哥 剛剛 你借到幾百億來 那個 那個 新機場 投資下來 怎麼跟我們 大哥 找個仙掛沙都沒有 對不對 現在他要什麼 他要錢 所以這些人 他自己找出 他自找 他自找 好 最後便歸於零 所以大家記住 不只是層樓跌 你所有的資產 包括你的人 的價值 都會跌 跌到什麼 跌到一個均衡的水平 什麼叫均衡水平 你香港賺到多少外匯 你便有這麼多錢 那賺不到便怎樣 賺不到便沒有錢 是這麼簡單 剛剛你賺到多少外匯 不是GDP 是你香港賺到多少外匯 你便值這麼多錢 那我賺得五分之一 這樣便只剩下五分之一 是啊 即是你層樓 原先是一千萬 便剩下二百萬 有什麼奇怪 你看國內便是 這個是自然定律 它慢慢慢慢便會走向這個方位 今早我剛看的 這個交戶山莊 過去那個月又跌了5.9% 是嗎 無一幸免的 除非你層樓 不是碰著香港和中國的地 如果不是所有的資產 都會隨著這個方向去走 只不過是遲早快慢的問題 我不是想discourage大家 而是說那件事是這樣 實事求是 你記住 即是你面對現實 你做出來的應變 才是有用的 你自己騙自己是沒有意思的 對不對 即是許正宇出來 不是呀 我們有幾多間公司 這樣 那你便不是面對現實 現實就是 你現在眼睛看到的東西 就是面對現實 是嗎 好吧 稍後進去和大家詳細說 希望大家加入我們的 後備時事頻道Patreon 年紀下面就是 六元美金一個月 鑽石狗組合是 224% 美銀是 109% 這個就是我們的封面 舒適寶38年 你做健身中心 不會只有他 是的 而他亦非常之 你想想38年 對嗎 你計算一下時間 你都挺害怕的 他是1986年做的 我們都未出來做事 那你想想 你香港有沒有人做健身中心 比他還要呢 我相信不會 是吧 他可以變很多東西 變724也行 變小一點也行 再大一點也行 教練大把 客戶大把 是吧 他都要倒閉 那你想想 是吧 待會我們會說 他現在的 去到今天 9月9日的上午新聞 他現在的欠款 已經去到1500萬 沒事 怎會啊 大佬 說笑而已 是吧 即是現在 你香港一直 那些中產就 你已經看到 問題 全部越來越惡化 整個香港的問題 越來越惡化 一會兒我們會詳細說一下 剛才我們說的 湯文亮 我覺得他已經瘋了 他已經瘋了 業主呢 他瘋了 他瘋了 然後才買 代表看好後市 我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我想他已經瘋了 傻了 喂大哥 你可以這樣說的 買就看好後市 不過他瘋你的價 瘋得很厲害 對不對 其實瘋了 只是他覺得現在的價錢很貴 你不那麼便宜 我不買 其實這件事 對香港來說是一件壞事 因為你的資產 你自己人都不看好 對吧 即是你很少見到那個鬼佬 在香港買樓 買寫字樓 你連你自己人 都不看好 那你說是什麼原因 即是中環中心 等等 你見到現在那些 有錢的那些 全部就瘋了 瘋了 抹開口 待會大家看看C老闆便知道 即是林建峰那些哭 建造業商會那些出來叫死 那些有錢人 個個都死 即是死老爸那樣 那樣 新世界就要賣產 我想恆基都好問 我告訴你 真的 恆基都好問 因為最大問題是 恆基有很多業務在內地 即是廣話燃氣那些 真是沒得還 李嘉誠也死 不過李嘉誠沒什麼所謂 大部分的錢都不在香港 是吧 新同基連一句話都不敢說 兩個春代 被整個一家的春代 被共產黨牢牢拿著 所有你大部分的物業 都在香港 很多商場收租 新世界 不是這個新同基 很多商場收租 很多管理公司 恆隆都是 有一個失蹤很久 那個叫何柱國 差不多一年半了 大家有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沒有 我想他應該回到美國 當年可柏就是好東西 是吧 全部都留在後路 在美國 應該大部分的錢都不在香港 即是 即善之家 必有餘慶 今早早上 看到一些新聞 暫時未證實到真還是假 我也不希望是真 是什麼呢 市傳 剛剛在這幾天開賣 啟德的維港雙鑽 這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海外的本 中國海外是不錯的 即是他做事有板有硬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以往 97的時候 喂 香港的樓市爆煲了 那些人又怎樣 那便縮去大陸 中國海外如是 信和如是 阿陳啟宗如是 有十幾年的繁榮 簡單說句 那現在就再度仆街 那便要在香港賣 但是呢 今早上有傳來 看這個新聞 就說 雖然有打風 有台風 星期五 但是呢 首賣147貨 相當踴躍 但是 今天有傳出來 就說 其實實收票 即是不算家庭票 水份票 那些 只是收了五十張 那便大陸 如果這樣 因為 維港相傳 它的景是無敵的 即是真是看完兩座 它現在已經看到了 即是 應該有售樓紙 不是留下來的 看完整個維港的 當然 旁邊有些貨櫃 那些當然 那些 但是呢 你見到 如果你去買東西 旁邊 旁邊 走一會 都有的 但是問題 問題就是 它現在的 平均售價 18,456 一平方尺 如果它 只是收到 五十張實票 那便麻煩 不是它麻煩 是附近之前 兩萬多買到的 那些很麻煩 因為 你比它新 它還未入伙 OK的 中國海外的東西是不差的 那麼 我們 我們 聽到Patreon便可以聽了 我希望這個 只是市傳 如果是真的話 香港樓價 你都不用等了 即是說 18,000元 啟德 沒人買 是吧 還會有人在傳 什麼范冰冰 身家七十億 定居香港 六十萬租 超級豪宅 等等 香港人 是 很多 即是KOL 是 很喜歡吃別人餵給你的東西 即是我餵一些新聞給你 你就當是真的 我回答你 范冰冰 如果她有七十億 即是大概是九 接近 接近 十億美金 范冰冰為什麼不去美國呢 要來香港呢 范冰冰2015、2016年是跟李臣 去拉斯維加斯 范冰冰是極有可能 她是有六卡的 為什麼要在香港 為什麼要在香港 當年 賈藥停走 都是拿著五億美金 如果范冰冰有七十億 我不知道人民幣還是港幣 我當它人民幣 十億美金 差不多九點八億 為什麼還要在香港呢 對不對 這些新聞是給你看的 大家不要這麼傻 你認為施老闆那些能走到嗎 你認為新鴻基那些能走到嗎 你有沒有聽過這些人出差 你有沒有聽過這些人假期去玩 沒有的 吳光誠我們就行了 吳光誠我們 我去了哪裡去玩 你有沒有聽過施老闆去玩 離開香港都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聽過 新鴻基那兩個 四叔 兩位公子 離開香港 從未聽過 李宅巨你聽過沒有 李宅街就有了 對嗎 你這些地產人哪能走得掉 一個走不掉 是吧 你范冰冰那些 我有十億美金 我會在香港租豪宅 對嗎 喂 我老早 第一站飛到日本當然要走 要是被人威脅 要是就做給你看 這些絕對不可信 我告訴你 老共是最流行這些 沒有的 現在他們全部自由的了 即是給外界一個形象 就不是他們全部自由的了 你們來投資 這樣而已 對嗎 你有七十億國家會放過你 對嗎 你看那個吳逆反 你看洗米華 對嗎 洗米華連罪名都不知道 洗米華連受害人都沒有 那一刻才要命 有沒有人說錢 沒有的 那樣就沒有了 那你就看了 你看到大餅強 又率領紀律部隊 上去北京交流 這些我又說多次了 你不要以為他幾十萬個月 那些錢都是在香港的 你這個人 你見過鄧炳強離開香港 去其他國家沒有 即是除了第三世界國家 東盟之外 全部沒有 全部沒有 對 你見過他去日本沒有 過時過節 局長和家人去台灣 韓國之類 你見過沒有 沒有 全部去東盟國家 去中國 最多給你就去這個 最多給你就去誰 去這個 新加坡 是這麼多 陳某波最厲害 有人監視著 去到澳洲 去到美國 叫做厲害 澳洲 大家知道 最多是甚麼 最多可以間諜 你一落機 就全部間諜 告訴你 是吧 那你就可以看到 那你認為他份人工 能否走到呢 那你認為他的錢 能否離開香港呢 這些大家自己想 就是這樣 其實為何外資 會不投資香港呢 你可以看到 證監會 向金利峰證券 即是 朱太 我不知道 我聽別人說 朱太 那麼 就凍結了他其中一個客戶 的賬戶資產 能夠透露的就是一名上市法團的董事成員 違反他作為董事的職責 這當然是 究竟犯了甚麼事呢 不知道 這個人是誰 不知道 那麼金利峰就馬上完全配合 那麼如果這個人 他有 有十億八億是金利峰呢 那就完全被你凍結了 有沒有法庭搜令 沒有 你證監會而已 連法庭搜令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 哪裏有外資 夠膽來投資香港呢 對不對 證監會這麼大權 你凍結我資產 我犯了甚麼罪 不知道 違反董事職責 打電話而已 很大件事 你知道嗎 我是客戶來的 我放十億八億在你身上 不會幾百元那些 十億八億 應該是內地那些負荷 蛤 打電話而已 這樣就可以凍結你所有放在香港的錢 所以你看到為何沒有人敢來香港投資 就是這樣 誰知道就打電話而已 對吧 即是誰敢用你香港的agent 沒有人敢用的 不透明甚麼都沒有 法庭搜令都不用拿 對吧 那即是怎樣 如果你在香港金融 發生這些問題的話 那你就死定了 有沒有洗黑錢 沒有 他只是說 違反作為董事的職責 違反職責可以凍結賬戶嗎 對 對吧 即是你便看到為何沒有人投資香港 就是這樣 誰敢投資 我是個美國人 說你打電話而已 我放五億在那裡被你凍結了 那豈不是 如果要提早退休 那大家便訂閱這個九月份 也希望大家可以免費訂閱我們的YouTube 英文財經頻道 US.market wiki 連結就在下面 我們一定要從書息部跟進去 這個其實我是做了Patreon 那我在星期日 即是昨天的Patreon 已經出了 那書息部是預示了香港 所有 靠中產消費的公司 都會收費的 中產 那大家記不記得 大概走了香港多少中產 四十萬左右 大概是 即是不只是英國 即是整個香港 總之離開香港移民那些 那香港有多少中產呢 二百多萬左右 即是說 六個中產 那就走了一個 即是你不要理 即是中產的Family Member 我估計以前的 Physical老闆 就不是中產 應該是有錢人 可能現在都降了 變成了中產 那大家便可以想一下 以現在的situation來說 大約是香港有六個中產 走了一個 很快就會五個走了一個 那現在大家都看到 為何一帶一路 全世界這麼討厭呢 就是因為它現在用香港的方式 就是一帶一路的方式 即是說 人 就離開這麼多 但這些人 它不會在香港消費 它只是在香港吸血 用了你的資源 然後將錢 帶回中國 所以你看到全世界 為何這麼討厭一帶一路 就是這樣 這個原因 香港 無論是稅收 零售 更加不要說 買樓 其他消費 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但是香港的總人口 根據它報道 是沒有小度 驚不驚人 這個 那這些人來做什麼 就好像那些 貼在海洋生物的藤湖一樣 它一路貼 一路貼 貼在你那個 譬如日龜 或者鯨魚上面 有些叫藤湖 它貼著你 第一 令到你的負擔很沉重 很多的龜 就游不了水 第二 它是有少少 拿你的 養份 令到它生存 慢慢慢慢 這隻龜就死了 游不了水 或者鯨魚 就頂不住 太重了 令到它找不到食 就死了 現在香港的情況是一樣的 那些藤湖慢慢慢慢 貼進來香港 貼著貼著就死了 那香港的人就走了 香港的人就走了 就不像一隻烏龜 那隻烏龜就走不了 對吧 但香港的人就走了 其實是一樣的 那你見到呢 當中產慢慢慢慢跌的時候 所有靠中產消費的香港公司 我不理大與細辣 樓宇都是一樣 全部都會收棄 那你說不是 大加樂大化會OK 你看一下它的盈利 除開這麼多間店鋪 一間店鋪真的是 就是定期差不多 賺錢 即是定期 待會大家看看 舒適寶現在說 在灣仔轉Healthy那個 你看看它給多少錢 那些健身教練 一堂你就知道 那些健身教練 那首先 這個就是今天的東方 那有香港的議員 那其中應該是有江玉寬的 那就說 香港現在就糟糕了 所以若遠救不了大病 那中小企就沒有錢 那希望特區政府是擔保出手 銀行又不借錢 其實有很多都是搞錯的 問題是 你沒有客 香港的問題是沒有客 沒有消費的人 在香港消費 你再問政府借錢 只不過是讓你 給多些錢 讓你虧了一點 是沒有意思的 銀行就看到這個點 它知道你的生意是惡化 遲早倒閉落的 它怎會借錢給你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情況一樣 你根本現在沒有人消費 消費的人被他趕走了 最早期2020年 疫情的人說移民的時候 走啊 留島不留人 走啊 有本事走啊 現在便死了 我記得當時 立法會議員 葉劉 做二等公民 現在他可能都做二等公民 現在英國的經濟可能都是差 為什麼那些人還不回流呢 因為你比他還差 既然大家都差 我當然是在民主社會 如果大家都差 所以香港的移民潮 可能會繼續 因為你的經濟 令到別人沒有辦法賺錢 之前那些人不走 就是因為你還賺到錢 你看現在基隆茶餐廳已經走了 剛剛廖媽記都說走了 那些人就繼續移民 那些錢繼續走 現在葉劉才會走去數舖 你看回他以前 他說走啊 你便去做二等公民 現在你數來幹什麼 剛剛你還數來幹什麼 當時香港所有立法會議員 高官都說 沒有啊 香港什麼事都沒有 沒有事 你螢光幕都看到了 拍檔一辣 前部全部收拾 是嗎 不止這個physical 大家在螢光幕看到 這間Pure Fitness 嘩 多棒啊 看著海來做跑步 對嗎 正到爆了 欠租 欠誰呢 欠多少租呢 大家看看下面的頁 一千三百五十八點六萬 一千三百五十八點六萬 那如果英軍告的 即是冠軍 即是花園道三號 平均每個月二百七十萬宗 那即是說這間Pure Fitness 真的是中產 你看到 在正中環 是嗎 下午有些基金經理 保險那些 就去跑步 有些Ibanker那些 就跑步 或者Ibanker的老婆 或者小三 或者子女 就去跑步 是嗎 多棒啊 對著海 這次你不肯不對著海 這次真是 真是釣來跨過海 現在是 這樣就欠租千多萬 這些是沒得交的 沒得交的 不止的 它還有欠一個金鐘 即是Pure of Fitness 很快 一樣會收 還有一間在原坊的Shake Shack 它是賣這些外賣的 它是紐約的 賣漢堡包、薯條之類的 我前陣子沒多久 農曆年的時候 去原坊我都看到有光顧 買了薯條之類的 原來原坊那間已經收拾了 很明顯它一定是中產的 一定是中產的 你看到真正的 所有香港中產的全部要收拾 全部都要收拾 樓都是 樓是中產的 你何時見過最低下階層的去買樓 不會的 所有中產的全部是混賣 我們看看physical的新聞 這是已經是星期六的新聞 已經是一路進展 很多東西都不同了 當然很多投訴 臨執之前 就游說你簽卡、續會之類的 在星期五 因為剛剛過完 有些人就說 搞錯了 8號風球倒閉 讓人們出不來 沒辦法去勞工處備案 是的 他想定了 拖一天 只有一天 你看他做事 就已經在拖 你看他做事 就在拖 我懷疑 可能他已經逃跑了 是的 我懷疑可能他已經逃跑了 真正的老闆 可能已經是離開了香港 他拖就是怕別人凍結他的戶口 盡量將這些錢 有這麼快就這麼快 調來香港 樓就賣光了 我猜他在做這件事 在星期五 即是打完風的下午 只有34小時投訴 很多有一部份的會員 即是領執的那些 已經覺得不對 刑光莫這位 嘩 正啊 十年會籍 都是九千多元 是吧 想著正確三個月前 玩一年半載 算了 即是九千多元 現在只變了玩三個月 跟著自己就變了苦主 甚至有些花了五萬元 買一個永久會籍 誰知道買完 差不多一個多兩個月就玩完 想都想不到這麼快 不過其實有些 聰明聰明的會員 已經感覺到 知道是不妥的 大家看見有些說當投資跌了一大 到達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便會怎樣 怎樣都會避案 五萬元 沒理由跌了這麼忘鉤 那便變成苦主 另外有些是加入課程 16萬的課程 有很多課程 有很多很多很多課程 那便糟了 還要每月供款 即信用卡是每個月通過數的 16萬元 十六萬的課程 可不可以 其實在中間 舒適寶最厲害的 便找到郭富城去做代言 現在郭富城就不敢出了 大家看到10年 9800元 120個月 即是剛剛10年 每個月81元 這麼神奇 那麼很多人說 9800元 一個月81元 玩10年 對不對 那些人當時已經害怕 甚至當時 銷售不是過數給公司 是給錢的教練 這麼奇怪 即是那些人 很多當時 一兩個月前 加入的會員 已經覺得不妥了 為何不是給錢的公司 是要過數給教練 這麼奇怪 當然我們過去 他聽過很多很多 關於physical 即是硬笑 很多古怪的 我有朋友試過 即是你做運動 他在隔壁 便煩著你 是由頭煩到尾尾 即是我的朋友 是很喜歡做運動的 我記得是六、七年前 他很喜歡做運動 但他說我很怕physical 為何那些教練 以前有過California 是否也是這樣 即是你一做運動時 他真的從頭到尾都煩著你 這麼古怪 又說你這裡不行 這裡不行 放這些課程 放這些課程 又要捉住你坐下 就關上門 幾個人碎你 這樣 這麼古怪 你說現在有冷靜期 冷靜期也是 當然是 對嗎 曾經說股東老闆 2015年曾經被捕 曾經被捕 當時已經逼數 已經逼到這樣了 已經是 大家記不記得 關上門 不讓你離開的 是的 我還記得當時 無線也有賣過 捉了你入房 然後關上門 不讓你離開的 有些是智障的 無厘頭 就拿了別人的卡 用來搬 甚麼都有 然後你要剪的時候 就死也不讓你剪 九萬多樣 又上東章 總之 甚麼都有 其實 我想不止 Physical 就是這個 其他的健身中心都有 不過Physical 就出位一點 明天就是供款日 職金局說 如果明天不供款 就會採取法律行動 我甚至懷疑 那個老闆可能已經離開了 即是已經不在香港 現在是變賣了東西 拿得多少就多少走 我猜是這樣 大家看到 這個就去到 星期 九月六號 九月六號 才有三十名員工 去勞工署登記 和找工聯會 去到九月七號 已經有五十個員工 求助勞工署 九月七號 去到九月八號 即是昨天 已經有三千三百五十八宗 涉款是超過一千二百萬 這就是昨天 截到昨天的十二點鐘 已經有六百零宗 涉款是一千二百萬 每一個個案平均是三萬四千元左右 最高的有六十五萬 最低一千元 我猜就是那些 我猜就是那些 真的買了很多年 每一隻的那些 但去到今天九點 已經有六百零宗 涉款是一千九百萬 我估計最後 全部員工 加上租金 燈油火納 他全部都欠了 即是說 不是鄧家彪股 說欠薪一千五百萬 這傢伙都很高 你看看左邊已經一千九百萬 我估計這件事 是有機會去到三千萬 欠了所有員工 無論你是八月 八月的人工 七月的人工 商糧花紅補水 全部都欠了 包括租金 即是欠得就欠 所有 你入會的那些 全部 水瓜打狗是沒有了 你不要理他 好像那個良希說 租約只有一年三年死 竟然長達十年沒問題 他一做不到的時候 就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是不重要的 租約一年三十年死 這個又是亂說的 我一直續租 我不是一定要租這裡 是不是 根據舒適寶 就有說 他說因為租金很貴 跟租金貴 是不是有直接關係 一部分 最大問題 第一 三年疫情 其實這一類的健身中心 已經是死了 即是說 三年疫情 所有他手上的現金頭串 可以說耗費得七七八八 跟著 你又沒有什麼減租 疫情之後 那些人 中產一直移民 這個問題是積下來 積下來 終於拖了一年半 沒有辦法再熬下去 如果中產沒有移民的話 他是能熬到的 他是慢慢可以回復到的 在星期六 在星期六 有個資料傳出來 舒適寶的官網就說 灣仔店會原子重開 改名叫Healthy 為原有客戶免費提供 剩下的服務 這些是很困難的 為甚麼呢 這兩間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公司 他沒有責任 他沒有obligation 他沒有跟你簽合約 Healthy 和Physical 真正在合約上 是兩間完全不同的公司 其實你看到他在購買時間 我估計 在購買時間 即是說沒事的 有人會 會幫你們 即是你做了一些課程 會繼續 提供服務給你的 甚麼事都沒有 你們不要告 放心 不要搞大件事 我猜他是想這樣做的 但你看到 現在他和舊友的教練說 你們的教練 100元一堂 嘩 那些教練即時嚇到傻 為甚麼呢 市場最低都150元 遠低過之前307元 為甚麼呢 相當明顯 因為你根本沒有這樣的收入 他要賺錢 所以我和大家說 就說 香港的人工 是無可避免地 會下跌的 你還想370元 你都沒有那麼多消費者 你何來可以拿到370元一堂 內地行不行 行 為甚麼 你內地100元一堂也好 一個星期十堂 三天搞一堂 或者兩天一堂 他有15000元 他能夠過活 香港你過不了 你正在供樓 你一萬元過不了 所以我便說香港要怎樣呢 所有的東西 包括人工 樓價 全部要降級 任何和香港和中國有關的東西 包括人工 那你說不是 我做公務員不用 你看下去就知道 可以不降級 就解僱人 可以 沒問題的 可以不降級 解僱人就可以了 即是本來 有多少萬的公務員 現在隨意就可以了 可以的 那你本來有這麼多 退休金的 就給你減一半 最後一定是這樣的結局 沒有第二個結局 你不要這麼天真地 突然間換了政權 美國佬再投資回香港 英國投資回香港 沒有這樣的事 沒有這樣的事 最正常 如果真的對顧客是公平 應該 你現在倒閉 你自己說 你現在倒閉 應該是怎樣 應該是退回所有的錢 給所有給了錢的人 正常 正常 如果公司有問題 你 賣了一條數 賣了 不夠頭串 出不了糧 那你就應該由那時候 咳店咳人 就不是搞到現在這樣 全部都拿了 有這樣的東西 你們去找這間公司 這樣 這間公司 跟身體 可能是完全關係都沒有 它沒有責任 正常對消費者做法 就是退回所有的錢 然後你們喜歡的 就跟Healthy 簽個約 不喜歡的就可以走 這才是對消費者最公平 你一年前發現有問題 一年前出糧 之後就慢慢減掉 慢慢減掉 不會搞到今天這樣 就是令到別人覺得你是 就是逃謀已久的 想 刮水走 簡單說一句 是吧 所有你們那些 入社會 哄了你們 九千元 九千多元十年 哄了你們進來 不交租 不出糧 一獲過 拿回中間損失的 然後離開香港 賣了樓 現在給別人的感覺就是這樣 大家看到 有些學者說 港人消費力減 市場需要調整 不是 不是 不是消費力減 是根本沒有了中產 是斷層 是斷層 現在說四十多萬 現在沒有了四十多萬中產 那你再過幾年 即是你香港二百多萬中產 現在可能已經不夠二百萬 遲之你只剩下一百萬中產 那你怎麼搞 是吧 是吧 其實他近幾個月 已經是不斷地拖糧 我估計他跟員工說 不可以跟外奸說拖糧 所以沒有人夠膽出聲 如果不是 就可能不出糧給你 知如此類 炒之類 大家都明白 因為疫情過後 現在你做教練 做這些所謂健身教練 你去哪裡找工作 三百七十元一堂 大哥 差不多日日開的 日日開的 我幾皮一個月 因為你身體有個名字 容易開到班 我幾皮一個月 去哪裡找 那唯有就不出聲 三皮幾五刀 不要緊 兩皮五刀也會殺 現在變成零 這班教練去哪裡找工作 你還想找到三皮幾 沒有的 你不用想 變成零 香港沒有失業問題 外奈也不能相信 是吧 好 如果有新的新聞 關於這個所謂的白武士 我們再跟進一下 馬上就走去建造業 我們在2021年的時候 2021、2022年的時候 說輸入外奴 我已經說了 輸什麼入外奴 你的經濟一定是趴街的 好了 玩了一年多 其實中間說了好多好多 那終於建造業就停 這個特區政府 發展局 即是四眼田雞 就停了這個輸入外奴 建造業的 這次的配合是12000個 其實現在已經輸入了9700個 9700個 就是說 差很少 只差兩千個左右就完結了 好了 為什麼這次這麼順滩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根本找不到工作 你給多少配額都沒有用 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他也找不到工作 輸入來幹什麼 他也沒有薪水 裸出 那中間就廢了 有的 剛剛裝過 但不要忘記 上面也收到風 不要給呀 現在沒有工作 現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最大問題是 政府沒有錢 發展商不肯投地 剛才 所以為什麼剛才我說 說維港這個商鑽 如果它只收到50張實票 那就糟糕了 你看看特區政府 居然還說去年建造業缺2萬人手 你從哪裡得出來的這個數字 第一天 他做這個的時候 我說你一定爛尾 香港的經濟急速向下 樓價跌著 搞什麼建造業 現在特區政府說的建造業 是些什麼 挖一下路 為什麼呢 因為我老婆做那裡 我老婆當然她只是民員 去年 你知不知道她不續約的工程工人有多少個 三百個 去年 即是今年年頭 不續約的有三百個 我就知道你一定死 你看看 你特區政府說建造業欠兩萬人 你從何而來 我告訴你 一個工人都不用輸入 因為香港自己都不夠 建造業失業率現在四點三 說笑 就說 兩成都有 我告訴你現在是 我們已經賣過很多次很多次 即是 即是 側私 地盤 不是吹 不是吹減薪 是欠薪 每一天都出來 這個是吹欠薪 那個是吹欠薪 我們都說過 喂 新聞無線有說的 我三個月沒有出過薪 是啊 五月到現在沒有出薪 那個人說 我搞不了 我搞不定了 這樣 這個四眼田雞 之前還在死撐 現在就下閘了 剛剛今年七月推出 重要第五輪 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 十八個申請 一千七百五十個配額 全部不批 為什麼 因為根本沒有vacancy 沒有人投地 發展商不投地 連政府自己都起不了 都沒有錢 大家聽到 明日大嶼分開十年 明日大嶼分開十年 明日大嶼在海裡填的 怎樣分開十年 十年 剛剛北部都會區 差不多沒有 這裡挖一個 這裡挖一個 它已經全部玩完 還有 我也有聽聽陶傑 我也有聽聽陶公子 沒有計 陶公子那些 當然是大台 風雲谷 那它說什麼呢 它說 特區政府 為什麼現在都不炒人 又不減薪 又不裁員 政府 因為香港還有土地基金 香港還有外匯儲備 還有大把錢 所以不怕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特區政府 還有大把土地儲備基金 還有外匯儲備 我說的不是人民幣 它就不會承低威 共產黨是這樣的 今天我有五百元 走出來 多神氣 踢勾婆婆羅 明天沒有錢 哎呀呀 我們沒有錢 現在你看到 布林肯 沙利文 去中國 張又俠見他 什麼事 習近平見他 為什麼要這樣 我們不打台灣 你們不用怕 繼續投資這樣 它不須到最後一步 它不會這樣做 大家明白嗎 你看看當年的毛澤東 他寧願發動文革 他都不會搞經濟 有些人問 為什麼他不搞經濟 他不會搞經濟 他不會搞經濟 對嗎 他總之要抱權 他寧願發動文革 他寧願發動文革 他都不會搞經濟 那你想想 你認為香港還有些什麼土地基金嗎 你認為香港的外匯儲備 裡面那些大部分都還是美金嗎 我不覺得是 如果香港還有過萬億港幣 老祖的明日大嶼就上馬了 不要這麼天真 陶先生 老祖就上馬了 所以我現在害怕 一件事 它突然爆煲 你看到就知道 你看到就知道 你看到發債發到媽媽都不認得 嘩 那債是不斷逢出來 以前發五十億 五十億的顏色債券 現在發五百億 你想想 另外一個 GQ線的應該就是施老闆 施老闆在昨天下午 星島 在新城電台節目裡面 他怎麼說呢 他說 美國減息 香港最壞 香港指導最壞時期就過了 為什麼香港現在這樣呢 因為社會對通關初期經濟 既望過高 他說 樓市下行週期已經接近完結了 大家覺得怎樣呢 我告訴你 這債人 現在已經輸到沒有了方寸 他走不了 因為現在在內地來說 他是紅色人物 在內地來說 你欠了很多內地員工的佣金 你不能走的 我隨便舉幾個 第一個 第一個 當時說香港 香港一通關 疫情之後 樓市就會反彈 這樣 當時誰說 施永青也有份說 第一個 現在打倒了的我 第二個 是什麼 設立 香港設立 搞定了 又是他說的 現在怎樣 繼續下跌 現在他跟你說 美國減息 哦 本港樓市最差 這樣 我回答你 完全無關係 美國減息 對香港有沒有影響 有 不是沒有 有 你還的債會少了 但是問題是說 你賺不到錢 考虎難為無米摧 你都賺不到錢 沒有客 喂 我肯去做雞 我當做雞養家也好 沒有客 大佬 你這個款式這麼說 誰敢來呢 現在 現在的問題 香港就是這樣 我當我肯做性工作者 沒有客 爬上來 現在你明白嗎 那做一條毛 那你最後都怎樣 最後就是餓死 是這樣 你不是消費降級 你所有的東西都要跌 人工要跌 物價要跌 所有東西都要跌 可能衣食住行 靠進口的就會升 其他全部都會跌 港幣和港元就不知去了哪 你還想著 美國減息 香港的經濟會見底 有什麼關係 我告訴你 當時 美國減息之前 香港經濟又這樣跌 2020年都跌跌 疫情 對不對 剛剛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你現在正在行社會主義 你行社會主義 美國人怎麼投資你 歐洲怎麼投資你 沒有人投資 是吧 你信不信他 真是信他一成 雙目失明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他是掛柴 那你說 政府又想樓價跌 又沒有方法填補財政收入 特區政府沒有說想樓價跌 是你說的 他沒有想樓價跌 真正來說 香港很多官員 是想樓價升 因為他們有很多樓 香港哪一個高級官員 他們沒有樓 除了林鄭武 香港 香港 英國有 之外 有哪一個官員 張建宗那些樓黃 香港沒有物業 記得林建峰 整棟工廈都有 他怎麼會想香港樓價跌 調整5% 已經呱呱叫了 這是他所說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香港的公營部門 特別是這三個部門 市建局 防委會 西九 其實已經是負債累累 你看到最明顯就是這個市建局 給他融資到120億 政府又扔100億 其實市建局很多傻了 不用補地價 是的 他建樓不用補地價 正常要補的 樓宇之助 消防那些100多億 他都還要發債券 防委會更加不用補 政府預留了824億 你說不是 現在他沒有建公屋 有建那些簡約公屋 簡約公屋比公屋更貴 只有五年用 更糟糕 我告訴你 你現在這樣建簡約公屋 建一間簡約公屋 其實就是更貴過建一間公屋 但是你只是用五年 香港的財政更加消耗得快 我告訴你 又是建公屋就不用補地價 全部靠特區政府的錢去生存 西九不用說了 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還有一間 大家可以看到 防委會其實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如果沒有了政府 防委會是生存不了的 防協更加是連續兩年虧損 這些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可以看看螢光幕 還有一個是哪個呢 海洋公園 海洋公園 如果沒有了特區政府的補助 即時這間公屋就破產了 是即時破產 今年就說上半年扭規為營 人家已經看完你的財務報表 他為何能夠扭規為營 有一億呢 七千萬是所謂的物業重撥 不是真的收入 三千九百萬是利息 那他的本金在哪裏 為何有三千多萬利息 政府批了15億的免息貸款給他 2028年才還 第二 海洋公園拿了特區政府 8.3萬元的subsidize 8.3萬億 即是說拿了24億 他才創造到一億的利潤 如果不是他就虧損23億 即時收檔 還搞熊貓經濟 現在還有沒有熊貓 沒有熊貓 你想想 他拿了政府23.3億 才創造到一億的利潤 即是說虧損二十多億 哪裏有得搞 所以特區政府財政有問題 所有這些全部倒下 包括政府自己 包括退休公務員的退休感 禍不單行 美國人 正時踩多你幾腳 美國五大部門 國務院 財政部 商務部 農業部 國土安全部 向所有美國國民和商界 發出風險建議 上一次是2021年 即是國安法的時候 今次不同了 今次說 除了你在香港做生意 或者旅遊 有機會觸犯國安法之外 你在香港營商 還可能觸犯美國對俄羅斯的多項制裁令 最好就不要來香港做生意 除了2020年通過的國安法 今次也包含了今年通過的23條 而最大問題 第一 在香港這些所謂國安法23條 有機會抓到你的監禁十年 好了 你說我沒有任何政治表態 什麼都不說 但是 你怎麼知道跟你做那間公司 和這個 偷運資源 過去俄羅斯有沒有關係呢 你怎麼知道跟你做那間公司 有沒有涉及這個芬太尼的化學品 違法轉移呢 你不知道 現在中國 現在香港就是在做這件事 現在香港就是在做這件事 即是說你不知道跟你在做生意的公司 他有沒有做這些事 如果有的話 美國即時可以抓到你 所以他就發出這個風險 那還哪裏有人 如果這樣 美國老夠膽來香港做生意 如果這樣 對不對 除了有這麼長的背景 那些 喂 私人公司 不要搞了 我明明做正當生意 原來你和俄羅斯 運送有關 那我就死了 是不是 我和你做藥 他就說 原來你是運一些芬太尼 過去歐洲的 那我就死得很慘 你想想美國人 一拳一拳地打過來 即是無論你這個 外交部 這個 是不是曾國偉 應該是曾國偉 沒錯 曾國偉 說這些 沒有用的 完全沒有用的 我勸你 說少一句好過 美國人聽美國政府說 還是聽你說 你告訴我 美國的企業 聽你說 還是聽美國政府五大部門說 答案很簡單 這個曾國偉還說什麼 基本法二十三條 香港定海神針 你看那四十七人案就知道 連這個 中華總商會都要走出來 你們抹黑 因為他們最先死 你沒有了美國和歐洲的資金 中華總商會就先死 甚至這個大番鼠 就走出來 他說 穿鑿附會 我們這個月舉行一帶一路 稅收合作論壇 有三百人參加 十一月舉辦金融科技投資峰會 一月舉辦亞洲金融論壇 那不見到你有外資 沒有 這論壇誰來 東盟 非洲兄弟 東盟 非洲兄弟 那就來 給面派對 其他你想也不要想 最離奇就是這個陳國基 包括十一哥 他說 影響幾乎是零 那現在為何會倒閉 大家不要搞錯 這個Pure Fitness 那個位置是很多鬼佬去跑步 你看有沒有鬼佬跑步 哇大哥 好 花圓道三號 Pure Fitness 你說那個會費多少錢 你告訴我 是吧 影響幾乎是零 是吧 就是真是睜大眼說謊 對不對 沒有緊要的 你說什麼都不重要 反正人家不來投資就是 是吧 這個是我今早上看這個自由亞洲 那原來國家呢 就是開放給外商 他講明的獨資去投資意願 就是你出了錢 商務部 衛健委 國家的讓監局 昨日剛剛 星期日 發通知 允許外國的獨資經營醫院 在哪裏 北京 天津 上海 南京 蘇州 福州 廣州 深圳 海南 設立獨資醫院 你覺得 美國人 台灣 會不會 在你中國 開一間醫院 當然不會 大哥 對 主要是給誰 香港人 哄你的香港人 回去內地開醫院 九萬幾樣法規 你的錢進去就出不來 但是他想法就是 喂 你叫人投資不來 喂 投資不來 蓋房子不來 喂 蓋醫院來吧 你也傻 除了現在香港那些 這麼傻疚 或者被迫 在國內設立什麼大學 建醫院之外 你有沒有見到 有美國人在中國設醫院 台灣有沒有 是不是 這一個 最離奇 怎樣離奇 那 茂波 去澳洲墨爾本 大家見到 螢光幕 正在介紹 在這個 西德尼 正在介紹 香港駐西德尼 經貿辦 舉辦的商務午餐會 正在說 我們現在 多厲害多厲害 但是這些都不要緊 正常的 有當地的金融 工商 創貨 沒有問題 但是 他突然說了一句 他說 我們中國的大灣區 經濟規模 是超越了你澳洲 你在澳洲的論壇 你究竟想做什麼 陳茂波 我想問一下 你想做什麼 究竟 你來澳洲 你去澳洲 不論西德尼也好 也好 也好 你就是想告訴別人 香港是一個經濟機遇 你來投資 但你居然說 其實我們現在 大灣區 比整個澳洲的經濟規模 那你還叫人來投資 是不是人家說 那不如你投資回澳洲 你都這麼厲害 對不對 你都這麼厲害 你知不知道你去做什麼 你知不知道你去澳洲做什麼 你是希望別人來投資 即使你大灣區的規模 你都不可以說這句 我們大灣區都發展得OK 那你都大過我 那你為什麼還叫我投資 是不是應該你投資來我們 你都這麼厲害 都不拿著我的錢 我不知道他想想什麼 真的 還有我想說一句 最近幾個月前 我有朋友去過大灣區 坦白說一句 樓商業大廈很漂亮 很多很漂亮 不過沒有人的 你聽著我說是沒有人的 他去過幾座商業大廈 可以說入住率 兩三成都沒有 你去過那座大廈你就怕 你去到一層裡面 大部分都是沒有開業的 很多地方都是 很多地方的大廈很新 新到不新 但是沒有租客 是很嚴重的 很多的餐廳很新 那些商場十七九空 你不要聽他說 什麼大灣區規模超越澳洲 你說而已 是嗎 說而已 這個對不對 我們說了幾個新聞 今集就完了 大家都知道 iPhone 16 很快就有蘋果發佈 現在究竟 AI關鍵功能 就是說 可不可以用到微信呢 在國內還不知道 兩個原因 我們都說過 第一個原因 就是蘋果要收 他三成幾歲的 外面是三成稅 但是中國是 大一點 因為中國抽的稅也多些 好像不知三成六 要確定三成七的稅 收蘋果 就是蘋果 蘋果 蘋果的 就是他的那個 iOS多 如果你經他去下載 那你的收入 他是要收你三成幾 那現在微信呢 就不肯 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就是相當明顯 那在國內 如果你的手機 用不到微信呢 就沒有代替品的 那些人呢 就未必買 或者未必換機住 直到你有為止 這個很明顯 就是一個政治因素 來的 政治和錢的因素都有 蘋果會不會跪低 我不知道 蘋果會不會跪低 我不知道 但是蘋果是一定要 一定要找生路的 你現在這樣做呢 很簡單而已 他就逼你什麼呢 他逼你買 買這個 小米 華為 榮耀 因為大家都明白 現在的 現在的 騰訊是誰的 國家的 你買iPhone 那誰買 買這個 華為 他只要 一 你就不給收我稅 那我就賺很多 省很多 第二 你要收我稅 我就不給你有微信 那就沒有人買你的iPhone 那不買iPhone呢 就買這個 華為 小米 簡單說的一件事就是 這是變了政治化的一件事 當然 蘋果也是拿來的 蘋果也是拿來的 這樣的話 蘋果呢 短期內銷售一定有問題 他不會買的 怎樣買呢 我買個新機 我都聯絡不到 國內只有一個微信 你又沒有微信 即是 微博都還說看東西 喂 互相聯繫的只有一個微信 那你不用啊 你微信支付怎麼辦 又不行啊 又不能用啊 那所以 很麻煩 那我們 真的要看看 Tim Cook 怎樣跟 這個 怎樣跟 中國談 如果你是 我是Tim Cook 很簡單 有單才做 如果這樣 其他就不要做 就是iPhone 你也會影響到 這個 郭Sir 在中國做iPhone 其實 真的 怎樣做 快點開第二個市場 不要再搞 其實 你再留在中國搞 沒意思 只會搞你整個蘋果死去賣 順帶一提 大紀元 就 即是不會有實體報紙發行 去到9月17日 怎樣都好 大紀元在香港很多年 自從這個 反送中之後 聲明大 聲明著氣 很多人都多謝珍姐 哎呀 原來你們大紀元 說的東西是對的 這樣 那珍姐那些走了很久 去了美國 那些 他們都不怕 其實 老早就已經走了 在香港已經 應該沒有運作 即是傳一些稿過來 他們出版社印 然後發行 當然 一路被人打壓 那些廠房 就有時被人搞 現在租約 甚至沒有辦法續約 這樣就完 但對他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現在大家看大紀元 甚至大公文匯 大公文匯 大公文匯 我看到是派的 派的 派的 即是怎樣呢 拿著一搭 整搭就是 丟去那些大廈 那些大廈裡的那些看家 給你了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買 你看到大公文匯 在七十一 早上也是那份 晚上也是那份 下午也是那份 沒有人買 那麽 那麽我想大紀元也是 那麽 去到九月十七號 那麽 那麽就沒有了 那麽但不要緊 唯有一樣東西 就是網上版 那麽 現在全部都網上的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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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台湾就不要发意,我们中国和俄国两国并无领土糾纷,还有 他说2001年签订的木轮友好合作条约,已经表明双方放弃向对方提出任何领土要求 我记忆中就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件事,那俄罗斯当然放弃,因为他侵占别人的土地 你看看我们的中国,一句声都不敢出,他说这句是不是真的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他说明双方放弃向对方提出任何领土要求 习主席你不是做,你不是做党总书记做到这样,听不到 对不对,不是吧,哇大哥这么大大地中国被人拿了 现在人家公开说,你不再追究,你连声都没有 对不对,连我觉得很失望,你追台湾,台湾那块地 跟海参威差很远,海参威大很多 那俄罗斯为什么说这句说话,很明显,就是一定要靠中国 没有中国,他马上玩完,但是俄罗斯又可以支持多久呢 就是以俄罗斯现在的经济,这样打下去,你还可以支持多久呢 这个大家停留在这里看,俄罗斯现在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连中国外交部都不敢回应奶清德 要等过俄罗斯,俄罗斯应该没有问过中国的 没有问过中国,因为先把你绑在一起 哇,你习近平一退退我就死,是吧 最后,有读者扔过来的,关于现在被美国 即是被塔了这个孙文和她老公 好像说她几岁就移民美国的 还帮中国做这个间谍,现在已经是被塔了 另外那个男的就是中国驻纽约的总领事王平 王平,之前就说被美国驱逐 后来就说我不是,只不过是她正常就够旗了,就调帝过来 那你问我呢,我觉得就,美国佬给你面子 总而言之这个我们就不要了 这个人是间谍来的,麻烦你叫他走 但是Lindersen应该是掌握到一些实质的东西 所以这个人就要拘捕 没得咬,她和她老公就拘捕了 我估计这15年监禁以上 现在有传,不只是说纽约加州中国领事馆要关闭 甚至就说香港在美国的领事馆传 很快美国都会要你关闭 因为全部都滲透了 譬如纽约州、加州那些 你有这个Lindersen全部都是间谍来的 全部滲透了 那你看到现在美国佬就不跟你说笑 一拉就15年了 是的,这些是15年的 你叛国就是15年的 你是美国公民来的,还不是15年了 也有很多证据显示 因为当时2023年新春招待会上面 宣文是以纽约州劳工副局长的身份现身 但是她做的事好像是帮中国做的 而不是帮美国 但是她是出美国的粮 对吗? 这些是对的 吃得和米多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究竟香港的领事馆 在美国会不会被驱逐 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 我们拭目已到 最后怎么解释什么是极权国家呢 很简单 你看到北朝鲜下大雨 有四千人死了 一个画面都没有 一个画面都没有 有万五人是无家可归的 金正恩在视察之后 即场处决十几个地方官员 她是处决了二十到三十个 失职贪腐 不需要经过任何审判证据 我就即时处决你 这些就叫做极权国家 究竟是这些官员的问题 还是他的问题呢? 谁人用这些官员是你用的 他们存在了很久 对吗? 这些就叫做极权国家 不需要审判 我说你有罪 你就有罪 我说你贪污 你就贪污 我冻结你户口 就冻结你户口 所以香港现在正在行的社会主义 是不会有外资的 是不会有外资来的 谁敢这样? 打个电话 朱太太不帮你冻结了他户口 那你就冻结了户口 谁敢把钱放来? 那些人会不会是冤枉的? 不知道的 金正恩说抓了你去主决 就execute 主决的意思就是execute 可能已经拒绝了 为什么要拒绝? 可能国内有很多不满的情绪 那又怎样? 找踢死鬼 他搞出来的 拒绝了他 就是这样 很快中国现在都在做这些事情 很快香港都会做这些事情 香港经济这么差 他搞的 不关中央的事 会不会抓超哥去拒绝呢? 我就不知道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网织 地产小专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见面 YouTube投资筆记 9月份的收费版 大家有兴趣 美股可以订阅 投资美股提早退休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订阅 9月份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营光幕 银行账户 转数块电邮 和PayPal账户不变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就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就可以 好了 今天是星期一 祝大家星期一愉快 我们下一集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谢谢大家